一对小情侣在树林中肆意穿梭 突然前面一颗段树挡住了去 男人一个急杀直接翻入湖中 然而下一个 5秒后NCIS谈到现场 据调查 死者叫小美 是一名35岁海军少校 目前任职国会联络官 后背有一处枪伤弹未见穿透伤 可以肯定的是 他的死亡地点不是这里 因为他背后的血迹说明 死者是在坚硬的地面失血过多而亡 由于尸体在水中浸泡 法医只能推测死亡时间在12小时左右 就在吉布斯他们搜集现场留下的线索时 他却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对方正是他昔日的战友 现任国会议员阿伟 阿伟却告诉吉布斯一个震惊的消息 原来阿伟通过新闻得知 一名海军女少校被害身亡 而他的女友就住在公园附近 他便想到可能就是小美 两人本来约好做核算 然而小美却爽约了 他知道一旦NCIS接触 肯定会查到两人的关系 如果两人的关系被曝光 他将成为最大的嫌疑人 所以阿伟主动找到吉布斯坦白一切 吉布斯询问阿伟 小美生前是否与人结仇 阿伟说小美人员很好 只与上司有过矛盾 因为他毙掉了小美的一份报告 另外阿伟还告诉吉布斯 他关于能源的提案 下周就要开始投票 如果他的丑闻被爆出 那提案一定会被驳回 所以他希望吉布斯在投票前 不要曝光案件 出于对昔日战友的情分 吉布斯权衡后答应他 很快吉布斯找到小美的上司 对于驳回小美提案的事 他也如实告知了 因为怀疑在正式招标前 一些细节被泄露 给了一家博房承包商 为了安全公平起见 只能暂时驳回他的提案 而就在吉布斯 他们对小美资料进行调查时 领导却找到吉布斯 因为就在刚刚他收到 一条匿名留言 而内容更是让人震惊 随即托尼和麦基 来到留言所指的地方 果然在排水沟中 发现了一把老式手枪 爱比经过比对发现 手枪的子弹痕迹 与小美身上的吻合 也就是说这把手枪就是凶器 这表明那位匿名留言者 肯定知道真凶是谁 或者留言者便是真凶 他们通过调查发现 电话是一年前 在商店用现金购买的 由于商店的监控录像 只能保留几个月的内容 他们无法通过购买记录 查到匿名来店者的身份 并且麦基调查发现 匿名来店者很聪明 留言声音是软件合成的 这条线索显然已经断了 就在此时 爱比在死者的衣服上 发现了一些纤维 这与汽车地毯材质吻合 经过数据库比对 这种纤维来自 吉普大切诺基的后备箱 或许他们可以通过 这条线索锁定凶手 与此同时 Ziva通过枪支序列号查到 这把枪并没有注册在来 但根据状真清理记录 他发现枪主的身份 而让吉普斯惊讶的是 那人正是阿伟去世的岳父 于是吉普斯再次找到阿伟 质问他为何隐瞒事实 阿伟表示 在岳父死后 那把枪的确给了自己 但他一直放在收藏室 有人故意想要陷害他 吉普斯也预感是这样 毕竟如果真是阿伟做的 他不会用如此明显的凶器 然而就在这时 领导再次联系吉普斯 因为就在一小时前 他又收到一条匿名留言 从留言信息可以看出 留言者不但知道谁是真凶 还知道吉普斯与阿伟的约定 显然留言让领导很不满 眼看已经瞒不住了 阿伟竟然主动找上门 显然凶手的目的 就是想要曝光阿伟 吉普斯问阿伟 有没有特别恨他的敌人 阿伟告诉吉普斯 能源的提案如果能通过 就会让那些石油公司 损失超过百亿美金 如果他被卷入杀人凶案 他的提案就不会通过 对方很可能发现了 他与小美的不正当关系 于是杀害小美嫁祸给他 随后吉普斯带着托尼 来到阿伟家中调查 然而他们刚到家便发现 一名男子在阿伟家 此人是阿伟的助理阿杰 因为联系不上阿伟 他便来到阿伟家寻找 随后妻子也从楼上下来 现场气氛显然有点怪异 事后妻子找到吉普斯并告诉他 其实很早以前 他就知道阿伟在外偷吃 但一直不知道对方是谁 临走前妻子表示他相信阿伟 因为作为曾经的海豹突击队 阿伟绝不会从背后偷袭 更别说他是个女人了 而吉普斯从这句话中 似乎发现了什么 通过提取收藏柜上的指纹 艾比发现他们分别来自 阿伟与妻子以及助理阿杰三人 但还有一枚无法识别身份 很可能就是凶手留下的 正好阿伟怀疑的对手 因为没有参军记录 也没有犯罪记录 所以数据库没有他的指纹 那他有可能就是凶手 于是吉普假装他的追随者 成功拿到了他的指纹 但指纹检查并不匹配 而托尼调查阿杰发现 他的车与艾比查到的一致 并且他现在已经联系不上 通过PDA信号检测发现 阿杰正在自己的公寓 于是吉普斯立即赶过去 然而当他们进入公寓后 才发现阿杰已经死亡 并且还留下了一封遗书 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就在此时 麦基在桌上发现了 用来打匿名电话的手机 以及合成的语音流言 而自个在公寓地毯上 发现了被清理的痕迹 通过光源灯发现 那里曾经是一片血迹 种种迹象表明 阿杰就是真凶 那么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就在这时 阿伟找到吉普斯 他表示阿杰曾将公寓 借给自己与小美撕毁 并且每次他都会回避 不过阿杰不赞成他偷吃 很可能这就是作案动机 他借机杀掉小美 以此来阻止两人撕毁 法医检查发现 阿杰的死因与自杀相符 案件到此似乎已经结束 但吉普斯却认为 这一切都太不完美 好像有人一步步引导 他们查到凶手 但最后凶手却自杀了 吉普斯相信 这其中他们忽略了某些细节 他开始怀疑 或许是阿伟设计了一切 于是让麦基查阿杰的PDA 检查在指定时间内 有没有使用过的记录 吉普斯则再次找到阿伟 原来吉普斯发现 就在他们收到第二条匿名留言时 阿杰正在使用PDA 跟他的母亲聊天 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 发送那条匿名留言 面对吉普斯的指控 阿伟承认杀害了小美 此刻妻子终于站了出来 因为他才是真凶 当他找到吉普斯并告诉他 阿伟不会在后面偷袭时 吉普斯便开始怀疑他 因为媒体并没有报道 小美的死亡原因 那么就只有凶手知道 原来就在案发当时 妻子知道两人在公寓撕毁 他便拿着枪响吓唬小美 没成想小美并没被吓到 反而开始嘲笑侮辱他 妻子便失控枪杀了小美 阿伟不想因为自己 而让妻子遭受牢狱之灾 于是便与阿杰一起 处理了小美的尸体 他们认为这只是一场意外 就算小美的死是意外 但助理阿杰的死 却是他们残忍预谋好的